貓山王雙層淡芝士蛋糕 我是陳偉宜 這是我的新作品 貓山王雙層淡芝士蛋糕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吃榴槤 所以我跟師傅說 我要出一個真正的榴槤蛋糕 我不要有一滴精油在這裡 全部都要是榴槤 因為我們試過幾種榴槤 發覺貓山王的味道和芝士 原來是合得很交關的 用的材料計算後 發覺一個貓山王大約只能做到兩個蛋糕 因為我們有一層意大利芝士 將貓山王製作在一起 還有一層澳洲芝士 將貓山王製作在一起 還有一層芝士蛋糕 即是貓山王加上芝士局製的蛋糕 裡面還有貓山王的霜霜 肉 我小時候有一種叫做雪糕蛋糕 我叫做貓山王蛋糕 有一種吃法是雪糕蛋糕的口感 即是好像吃雪糕 但其實是蛋糕 另一個口感 就是放在雪櫃的下格 它就像軟芝士蛋糕 軟身一點 有兩種口感 最先我是只有這個教室 我是教人做一些比較有趣的甜品 然後就有了自己的工場 也有自己的團隊 香港的很多間酒店 幸好我得到他們的欣賞 所以現在都有功課 給我很多間不同的香港大一點的酒店 堅定都是 油漢 是 要開船 我剛開始不斷 我會開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